在空战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战斗机被导弹锁定的场景 锁定后,飞行员就开始施展各种眼花缭乱的特技来躲避导弹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他是如何知道自己被导弹锁定的呢? 答案是战斗机不知道 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锁定了 天空那么大,想找到一架飞机必须要靠雷达扫描 扫描到了战机,就会有一部分的雷达波反射回来 这时雷达就能感知到有物体飞过 但这时战斗机是感知不到的 当雷达确认目标,转变为锁定跟踪模式时 雷达的所有能量会集中于这一目标上 并对目标不断扫描来获得准确的位置和速度信息 同时战机上的接收装置就会发现雷达波一直在扫描自己 但此时他只能知道被雷达锁定 这个雷达可以来自敌机,也可以来自地面 雷达波把扫描到的信息写入导弹后,就可以发射导弹了 这期间会有几秒的空方期 留给导弹写入攻击识别信息 并不是锁定了,导弹就去打你 所以这几秒的空方期就是摆坐锁定的好机会 整个过程就相当于你在全黑的屋子里面 打开手箭筒,按照一个方向左右照射 以为扫描模式 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照射到了敌人 为了不让它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你用手箭筒对准它并持续照射 这个叫锁定跟踪 锁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扶住发射导弹 导弹会先飞到战机附近 然后开启自己的雷达继续精准定位 或者通过给敌机发动机热源的不算不过来定位 这是末端引导 到了这个阶段 战斗机最会发现多了一个雷达波的发射员 而且离自己越来越近 这就说明导弹已经追到眼前了 这个时候它有没有机会逃走吗 有,但是很低 在实战中 一旦战机被导弹锁定 锁定,躲开的几率只有10%左右 毕竟现在最快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只有3把核 而普通导弹的速度就在4到6把核左右 导弹的速度快 意味着留给战机的反应时间就短 可稍有飞行员在短短几秒内做出准确判定 更别说像电影那样 施展各种演发聊天的特技了 吃喝死往往在瞬间就会成为现实 另外 现在的老弹都会数没力气发射 就是防止目标丢失或者击伤后还能逃脱